这是之前的状况指着军烈不平的路面 里长说已经很久没有重铺的保长路 整条不是裂缝就是坑洞 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遇到坑洞就捕 长期下来沿路都是羞羞补补补的痕迹 就好像衣服补丁一样 对于用路人来说真的危险 不过再来到同一个地方 前几天才刚铺好的路面变得平躺好走 补丁的方式有两种缺点 一种就是不美观 第二种就是说民众在骑乘机车的时候 比较容易滑倒 所以为了提升我们用路人的道路的品质 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就有请周雅林议员跟廖仙祥议员 帮我们争取一些经费 然后把1.1公里全段保长路的部分进行刨除重铺 虽然今天的温度很低 而且又飘着毛毛的细雨 在12月27号的时候 我们这条保长路 已经把道路给完全铺设完成了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 让我们的里民跟我们市民有一条平准的道路 这件事身为民意代表的亚令 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前一阵子刚好是有一个建案在施工 那导致了周围路面的状况更差了 那因为当初这个建案已经快要完工了 那建案其实在领取使用执照之前 他都必须要把周围的周边的路面 来做一个重新铺设 这次分为两阶段进行重铺工程 两位议员合作加码争取 让这条路全长1.1公里 整条都重铺 30号上午 议员周阿林廖先祥也到现场关心 另外对于这条旧铁路的道路 算地方称为宝藏路 不过其实并没有正式的路名 议员后续也有意帮忙争取 透过一个连外道路的主要一个干道 那如果没有路名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就我们的邮差也好 还有我们的里民也好 对这条路不知所合名的情况之下 未来会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聚焦的一个地点 我相信这是未来要做的另外一件事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公所 来跟我们的厂商大家来协调 看是不是我们在路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一次施作也不要分段施作 让民众觉得 为什么一段路要分好几次施作 那我们这个整条宝藏路 这个1.1公里的一个道路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把它做一个全面的重新铺设 让我们这边的里民 有更好的一个行车空间 之前因为建案以及管线挖埋 路况真的很糟 赶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 让整条路面都变平坦 有新风貌 人车也有更安全的通行空间 杰尘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